大家好,我是Sammy 上一條影片邀請了很熟悉英國曼城物業專家QB 跟大家說下腳曼城有什麼地方可以選擇 如果大家想在那裡買樓還要注意什麼呢? 有興趣的話就可以看上一條影片 至於今集都很重要,因為要跟大家說曼城的復位 究竟哪些地方無論租或買都千萬不要選擇呢? 投資的話,最好不要選擇什麼地方呢? 很多人都顧及治安 市中心的治安又不會? 我做過很多訪問,其實英國從來都不是一個治安好的地方 當然,為何會目標去偷你呢? 你一定是太招搖和太大意 我以前做學生的時候都試過 但我現在回到英國這麼多次,是沒有人會搞我 因為我太警惕了,我有些經驗在那裡 市中心其實都不差 不是很多什麼明都明出去搶 如果你說曼城有沒有特別差的治安區分 是有的,一定不是市中心 可否提醒一些朋友,千萬有幾個不要選擇 這個出名的Mosside,Mosside 千萬不要選擇 其實是晚上的士司機都不進去 除了這裏,還有沒有什麼出名 我不知道那裏是否有黑暗勢力罩著它 我都回來10年,我到現在Google這個地方 還是什麼drug dealer,還是那些東西 是沒有改變過的 我在之前的影片都教過大家 怎樣查英國的罪安率 就是上這個police.uk的網站就可以查到 只要輸入地方名或postal code就可以看到climemac 不過我今天上去的網站看,很奇怪 整個Mosside,過去一年只有1宗罪安這麼大把 我都懷疑這個網站是不是壞了 所以就看看Cambridge的數據 反而去到Cambridge正常 有幾百宗,我之前查過都是這麼想走 但回到Manchester地區,很多都是零climb rate 不知道是否今天Manchester地區的database出了問題 還是這區的治安真的改善得這麼厲害 不過我自己就真的傾向覺得database有問題 無論如何,口碑上Mosside的治安真的出名 因為它是傳統的黑人和印度人社區 間中也會有持刀犯罪、販毒等等的報道 看地圖,這個地方其實很近市中心 就在南面,旁邊就是萬城大學區 如果你以為這裡近大學又近市中心 因為租金便宜,而選了這裡落腳的話 那就很容易重複 除了這個,還有沒有什麼 千萬盡量小店為妙呢 讓我想一下,我不是很喜歡Ottem 但這個已經出了市中心很遠的地方 但我剛才說過Mosside是在大學區附近的 Ottem那些已經很遠了 可能要坐半小時巴士 我兩年前去Manchester的時候 都跟一個當地的香港人聊過 他說普遍來說,南邊 Manchester南邊的治安比北邊好 同意 我剛才的Ottem就是北邊 City Center是另計的 我們以City Center對外那邊去分南和北 即是說Greater Manchester 對,不是說City Center的北邊 比City Center南邊好 City Center裡面什麼都可以 但對上北邊 剛才我所說的Ottem那些 就是我一般的地方 什麼Action那些 我真的搞不懂 我自己做學生都不會去的 那邊的… 有什麼事呢? 那裡有發生的事嗎? 都是那句 我之前說過 City Center以外的土地 是無限供應的 你知道Manchester是一個工業城市 其實全部就很多像鬼屋一樣 我覺得是荒廢了一些工廠 無人理 日久失修 接著就比較多一些council housing 那裡有些少許不安 即是那裡比較老 我不知道現在會不會好些 但有些少許不安 明白 那也是在北邊那邊 北邊那邊 南邊就很happy 很舒服 很多現在香港人落腳 剛才你所說的 Octrinham 因為不知道為什麼 有些人說 叫Octrinham 其實叫Octrinham Octrinham Octrinham 這個地方 多人落腳 好像傳統名校 它都是在南邊居多 剛才也是 所以如果大家想 在外面 外面的City Center 就可以向南邊找 不要以為只有舊區才有福 有些新開發區 它一樣會中伏 就好像我兩年前到訪過的這個地方 Media City 這裏就是距離曼城市中心 大概10分鐘的metro車程 的地方 就是叫做Media City 大家看到嗎 這裏很漂亮 很多新型的建築 其實這裏就是萬城新開發區域 都幾多公司狠道進駐 好像對面 就是RTV 其實BBC都狠道 所以這裏有很多人上班 所以近年很多發展商 在這裏有很多新樓 其實Media City 你自己又怎樣看 因為我自己去到 漂亮就是漂亮的 那裏感覺 是沒有人的 是沒有人的 像是沒有人的 像是有很多人推這個地方 其實你自己又怎樣看 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 BBC 很多傳媒人在那裏 你知道是外國人 你在那裏上班 你再在那裏住 他們會崩潰的 你都想去玩 你最好玩的地方 一定是City Center 所以我們 好像霍利山和Dinsky 這些地方 我們有很多在那裏 做的新聞主播 那些都會住在Dinsky 他們寧願每天這樣上班 都是搭四個字車 五個字輕鐵 但是你會見到Media City 有很多樓 是呀 是呀 我看上去好像 咦 好像身體 但是沒有人住 其實要看一個地方 沒有人住 晚上一刻去 有沒有人著燈就知道 你會見到那裏 咦 好像有些荒涼 為什麼 一開波是有很多人住的 但是後來 因為太多人 每個人都想去喝杯 英國的文化 就是下班喝杯 正常 那裏又沒有飲 然後又要出去那裏 然後不小心喝多幾杯 然後又要坐的士又貴 回到家 其實住完一條租 有很多人就選擇 出回市中心那裏 市中心那裏 所以我經常覺得 Media City樓價是便宜的 但是租真的做不到 我也是會覺得 不要攤便宜 不要說 其實四個字或者三個字 出到City Center 其實很久了 現在我們說要零距離去喝酒 去上班 去玩 去購物 去China Town 而那三個字來講 其實租金 如果真的欠了二十幾三十磅 或者一百磅一個月 其實沒有人在乎 大家記住 英國人花錢都很 賺得多少就花多少 所以其實 還有再加上 好像Dinsky 你看到有Facilities 那些 其實給我少少錢 住那裏任用 其實是願意的 絕對 Media City那裏 好像很漂亮 很新 但是我看到樓價都不太升 而且不停地有供應 是啊 真的 給我的感覺就是 現在有點像科學園 科學園隔壁的豪宅 有少少像那種 一說在曼城 很多人會馬上上萬聯足球隊 他們的主場就是奧脫福 Old Trafford 這裏的位置就是在市中心的西南面 再出一點點就是上集說過的熱門落腳點 Sale和Austrianham 這麼近的好區 那照理 Old Trafford又是否一個很落腳的地方 說完這句之後 應該得罪很多人 我覺得是一個福 你很喜歡球隊 其實你不需要買層樓 是近球場 因為你不會在你屋裡看層樓 你都知道 你不會看到那個Match 還有你沒有可能 每一次球賽的時候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去過 很瘋的 贏球又打 輸球又打 我也在那裏做 賣個啤酒 因為為了看免費球賽 那些人很瘋 那些人 你買一隻在旁邊的話 每逢星期三 六星期日 就瘋了幾圈 其實你也挺大的 還有附近其實 很吵 首先吵 第二 你又說自安 每逢星期三 去跑馬 有直升機 在那裏看有沒有恐襲 最慘的是 他們喝酒 喝完便會鬧事 是的 而且其實Old Trafford 這個地方 其實是很舊的 很多交易屋 在那裏 我不是很喜歡那個地區 雖然我會去 因為很近大學 又看球賽 我不會住那裏 如果你說Media City 和Old Trafford 我寧願選Media City 起碼要靜一點 而且漂亮 在Old Trafford 我真的看不到什麼漂亮的東西 今天的訪問很豐富 就給了很多不同城市的資訊 給大家 希望都可以幫到 各位在選萬城落腳點 有些幫助 好了 今天的時間就到這裏 首先 如果大家真的喜歡這條影片 記得Like、Share和留言支持 最重要的是 你們越多Like的話 可能我下次都可以再請QB上來 再做訪問 看你們的支持 下次再見 拜拜 如果大家有興趣在萬城到子業 接下來QB7月都有新盤展銷會 詳情和聯絡方法 可以Like影片的資訊欄就看到了